大家好,又是世紀二十一,每週視放短評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談談,政府公佈了房地產類別被剔出投資移民的投資項目之後 數字上顯示,投資移民的申請數字大幅下跌了七成 根據政府公佈的數字,去年平均每個月申請有五百多宗 但在11月公佈的措施,將房地產類別剔出之後 發覺11月份的申請是下跌到只有188宗 而12月份的時間有242宗 表面看來,港府今次將房地產項目剔出投資移民 是收到它的效果的 我們正面評價,港府在平益樓價尤其是因為投資移民而引起樓價上升方面 表面看來,在這方面是奏效的 但其實我們也審慎觀察這件事態的發展下去 我們有幾點想跟大家說說 第一點,時間上早 因為在10月份公佈了措施之後 到現在只有兩三個月 我們估計在投資移民的顧問公司 現在正在重整他們幫客戶辦理投資移民的時間 重新調整一些新的項目 例如投資股票,投資其他的投資計劃 這些可能都需要在各具體安排上 和一些有方面的機構 或者在法律上,律師樓的合作方面 需要重新調整 這個可能我們看多一段時間 這個才會見到真正的數字是怎樣 而第二方面,我們想說 其實以現在來香港買大銀碼的樓宇 很多我們都知道是非本地人士 和他們說話的謊言和身份證號碼 和英文名的寸法等等 我們都能鑑定到他們 可能不是香港人 而這些買家 沒有我買大銀碼的新樓 買本地樓的時間 不是同一個投資移民計劃掛勾 或者已經有一個投資移民計劃 而另外買其他的樓宇 而這些數字的感覺上仍然相當多 所以我們不能單一說 今次剔除了房地產投資移民計劃之後 尤其是豪宅類別已經得到穩定了 況且投資移民計劃到七百多萬 金額不是很大 在近期樓市的情況 我們看到一個新的現象 就是說樓價很多地區 尤其是受歡迎的屋苑 樓價又開始增加高 表面上其實買家應該少了 其實額外印花稅出了之後 令到短線炒價兩年內想轉手 炒短線的真的沒有了 過往反明很多用家 或者長線投資者 在市道比較急 比較活的時間 他們不夠短線炒價快 不夠他快 但這段時間短線炒價離場之後 這些用家 長線投資者會慢慢看 而在一個利息低企 看來持續 因為美國聯儲局看來 短期內都不加息 美國經濟並不是一個復甦的情況 而港元和美元掛勾的狀況下 看來利息還是持續低企 越是這個現象持續下去 用家要買 在這段時間買 算過數字 都是買得過 所以又形成 一些新的成交出現 而這些用家 這些長線投資者 買了之後 他們會放在一邊 不會再拿出來 市場上轉售 而新增供應 其實也不是很多 尤其是在一些 日本的屋苑附近 其實不是很多新樓供應 形成就是 盤元缺少 本元缺少的情況下 如果買的意獄 買的數量是多的話 仍然在需求帶度下 做出新的高價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的看法 雖然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我們也正面評價 我印花稅 甚至乎投資移民計劃 將房地產項目剔除之後 做到一定的效果 這個時候更加應該做的是 在供應方面 其實真的要加快步伐 定期賣地 或者跟勾地 雙軌並行 而開始加重定期賣住宅用地 這個也是現在應該要具體落實的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 多謝各位